在1979年对日作为反击战中,九树战战,缺乏经验的几十万解放军逐进作战,在计划、组织、指挥、侦察、协同、战术、后勤等方面,都存在不少短板, 因而遇到了很多难以约策的困难,并付出了不少解的代价,教训沉重。 自从我军建军以来,就很重视侦察情报工作,在部队各级中,设立了不少侦察单位,在历史上,也取得了很多优人战绩,如电影《侦察兵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骑骑》、《凌海雪人》等,都取自真实的战争原型,充分显示了我军侦察兵的风采。 到了1979年对越四位反击战的时候,由于多年军队建设上的短板,普遍出现了训练不足、业务不精、人浮于是等问题。 反映到侦察兵建设上也是如此,虽然各级部队中,人边是有若干侦察单位,入步兵军,持有侦察员,步兵团有侦察牌等,但原来侦察兵素质精湛,敢当尖刀,孤单作战的成功经验,已经消磨大半。 但对于侦察兵的培养,指挥和使用上都出现了严重问题。 自卫反击战打响前,上级指定了组织补兵、炮兵、坦克和摩托化车辆协同编程,实施大纵深穿插,大约回包围,全间首第一个失智几个团的宏大作战方案。 这还是当年解放战争大兵团达线灭战的作战思维,却对越北边境地区较为复杂的地形、地情、民情、情后等情况,缺乏仔细研究、组织准备严重不足,这就加大了战兵中遇到的困难。 主队侦察兵的使用,没有发挥贴兵种特定和作战长处,而是出流部法担任警卫任务外,其余像使用步兵一样,将各军事团的侦察,连排集中整员承若干支侦察大队,规模为营制加强营击,配备普通步兵武器,深入敌后打穿插,抢战要点,断敌后路,配合主力部队为监阅军。 对于关键的敌攻侦察领域,没有重视侦察兵的作用,或于依赖上级通报进行判断,并下决策。 如此一来,把侦察兵当步兵用,自然会出现较大相抗,甚至是势力战斗,在兵种使用上,实在得不偿失。 如东县高屏战场,广州军区第41军阳二三十侦察大队,由一名副市长率领,奉命向省会高屏西侧约7公里的寇臀穿插,占领要点,组织防御,切断高屏敌军西退圆坪,和南退太原的通路,配合南北集团主力全监高屏之敌三四六师。 2月17日战斗打响后,我侦察大队秘密出现,严杀地从连中的小路向纵身穿插。 然而沿途遇到越军阻击,不得不辗转改道,耽误时间。 加上地形复杂,路线部署,上机命令多变和同性联系不畅等因素,侦察大队行动较为缓慢,既出现前后调队拖极情况,对完成任务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。 2月20日凌晨,副师长率领侦察大队前卫连摸黑极形,距离扣团仅适余公里。 此时若沿小路穿插,虽然会耽误一些时间,却比较安全。 但副师长考虑到军情如火,可不融化,所以令全连沿公路跑步前进。 如果顺利的话,中午前单会到达扣团,完成穿插任务。 然而,这条公路是高平以北的生命线,岳军层层层部署了兵力拦截主机,可谓凶险重重。 扑小左右,战区浓舞弥漫。 侦察连穿插到吴道村附近过路的时候,被埋伏的岳军发现,遭在交叉火力猛烈袭击。 侦察连并无战斗准备,事发出燃,看不到敌人的位置,加上连运行军非常疲惫,根本无还手之力,队伍被打散,伤亡较大。 副师长夜身负重伤,滚倒在路边水沟里动弹不得。 现场情况严重,如果天亮后粤军下来打扫战场,发现了副师长,就可能爆发一个大新闻。 危急时刻,穿插到附近的123师3月集团一部闻训赶来,坚决阻织火力压制敌人,并出动多路人马冲上公路救援。 经过几个小时激烈战斗,终于将副师长和侦察,连剩余人员场救出敌人伏击圈,而后共同前往后吞与穿插主力会合。 这次战斗将顺深刻,问题发生在我军侦察部队身上,作为侦察兵的基本素质,应该几倍的警惕性都哪里去了? 对于自卫反击站打出了很多问题,对于我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,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